在中央大理支持下,香港特区政府将于9月1日开始在全港开展普及社区检测计划。 8月28日,特区政府公布计划详情,全港将设立141个社区检测中心,呼吁市民有约报名参加。 香港特区政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全指出,普及社区检测计划为期7天,将事故检测进度延长不超过7天。 市民可于29日早上7时起在网上预约,检测结果称阳性人士将会被送往公立医院进行隔离治疗。 对于有市民担心检测过程中会存在个人私隐泄露,聂德权强调,样本屏的运输过程会被全程追踪。 杨本屏是不会有个人资料,只是有一个罪号。 杨本每日会分批在检测中心,运到实验室化验。 在运输的过程中会存存电子追踪收集箱和物流车辆的位置, 确保样本安全送达实验室。 香港特区政府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兆时谈到, 7月至今,政府透过采购私人化验所的检测服务, 实现了检测能力的大幅提升。 在中央的权力支持下,香港将开展大规模社区检测, 以尽快找出隐形患者,防止病毒在社区继续传播。 对于报名参与这一计划的超过6000位医护人员和大专院校相关专业学生, 陈兆时申表感谢。 他也向市民发出呼吁,望有约报名参加。 我最后呼吁港大的市民,为了自己,为了家人, 也为了我们公共医疗系统可持续抗疫, 希望大家踊跃支持我们这个普及社区检测计划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